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做一个Pokemon Quest的视频 宝可梦 方可梦 探险寻宝 为什么要做这个视频 因为最近正在玩这个游戏 然后我在上期视频中 跟大家说我一个什么事 就是说 咱的Pokemon先不要进化 什么时候进化 等下面的PChat 或者说叫P10 Torstone 这三条线都连上之后 激活 激活这个Bingo奖励 之后咱们再让Pokemon进行进化 这是我给大家传递的一个信息 然后有朋友说 他说不用 他说你就直接进化之后 也能够使用下面的P10 是的 进化之后 也是下面还可以继续再连三条线 形成Bingo奖励 但是如果说咱们进化完之后 其实它下面的Pstone的 三条线的连接的速度会变慢 为什么会变慢 因为我是查过国内的网站 我没有找到 但是我在日本网站上找到了理由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 我现在这个网站 也是Pokemon的一个日本的攻略网站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它说是Pokemon 日语叫做Pokemon 它说这个进化 该怎么进化 进化的亚历卡拉 进化的方法 以及好处和不好处 我找到这么一个网站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标题 就是说进化的方法有什么 大家请看第一个是进化的好处和 Demelit 就是说不好的地方 Melit是好的地方 这是英语翻译过来的 好 那咱们看看 它好处跟不好处都是什么内容 首先说 Pokemon它进化的好处就是 大家请看 状态能够大幅的提升 而且 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你能记住的一些个绝招必杀技 也会增加 咱们看看它怎么说 它这个状态会大幅的提升 如果Pokemon它进化了之后 如果一旦进化 那么它的Skata 就是它的样子和名字都会发生改变 同时它的状态也会大幅的提升 这样的话 就算以前你没有 你打不过的这个Stage 就是这个局 你打不过的局进化之后 可能就能够把它打过通关了 这这么说的 它说这样的话 而且一旦你进化 Pokemon的type种类 也会发生变化 所以说进化还是有好处的 然后同时 你记住的一个必杀技也会增加 这个就是说 根据你用的Pokemon不同 那么你在进化之后 你所记住的一些个必杀技的种类 也会增加 而且进化之后 你的记住的必杀技 基本上都会增强 所以说它是推荐你进化的 这是进化的好处 对不对 所以说没有问题 进化肯定是好 但是大家请看 进化不好的地方 Demilient不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有什么 咱们看 第一 就是说 你就不能够再返回到进化之前了 一旦成长了 想回去 回不去了 第二 大家请看 这是非常重要的 S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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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指了 咱们下面那个 Bingo的连那三条线 对不对 Pstone连那三条线 就是说 Slow的开放会变得很难与进行 咱们一个看 首先说 你们不能返回到进化前的样子 这肯定的 你都进化了 你想再回到童年 不可能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咱们主要看这个 Slow的开放会变得很难 什么意思 咱们看 进化后的Pokemon 它比进化前的Pokemon来说 Slow的开放 就下面那个Pstone 开放所需要更多的经验值 必要经验值就会增加 坏话说 以前可能咱们需要500经验值 下面这个就能够开放 就能开放一个这个石头 大家请看 就下面这个小格子 对吧 现在可能就得需要800 所以说呢 怎么办 二说呢 你一旦开放这Slow的呢 你进化后呢 也能够使用 所以呢 它推荐什么 等你下面的Slow的都开放之后 再进行进化 是比较好的 这就是我的这个观点啊 就是说 进化肯定是要进化 什么时候进化 就是说 你想培养了这个Pokemon 下面呢 这个Pstone 连成三条线之后 当然有了这个Pokemon 是四条线 当连成三条线之后 咱们再把这个进化的地方打开 就能够进化 这是我给您的一个小建议啊 有风说不 我就想 先进化 然后我再一点点训练 然后再开它下面 这个Pchat 这个Poststone 行不行了 也行 都可以啊 但是像我平时这个 还得上班 晚上就玩一下 没这么多时间的 人来说呢 我就先把这个进化关掉 然后呢 等我下面的三个 Pchat都开开之后 我再进行进化 这是我的一个做法啊 也推荐给您吧 作为我的这个 给您听了一个小情报 希望呢 能够对您玩这个游戏 有所帮助啊 好吧 那这个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今后呢 我会不定期的 再做一些一个公月的 这个视频啊 分享给大家 咱们一起来玩这个游戏啊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 这个游戏 对不对 好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接通的视频再见 拜拜